爆米花的历史 从爆裂玉米火山口到电影小吃店和微波炉 爆米花已经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休闲食品之一 但它在全球已享有数千年的历史 也许世界上最古老的点心 爆米花很容易做饭 可以用上百中方式调味 爆米花起源谁发明了爆米花 爆米花的历史在整个美洲都很深 玉米是主食 但迄今未知已知的最古老的爆米花是在新墨西哥州发现的 在一个被称为蝙蝠洞的干燥洞穴深处 发现了一些小玉米头 还有几颗个别爆裂的玉米粒 这一发现是由赫伯特迪克和鄂尔史密斯于1948年完成的 此后的核心已经过十约5600年 从公元300年起 在墨西哥装饰的藏里瓮描绘了一个装饰住头饰的爆玉米花的玉米神 整个中美洲和南美洲 特别是秘鲁 威地马拉和墨西哥爆米花的证据昌决 阿兹台客人印第安人不仅用于吃爆米花 还用于服装和其他仪式装饰的装饰 整个北美的美国原住民也有丰富的历史记录 记载住爆米花的消费 除了在新墨西哥州发现的古力之外 在犹他州的一个被认为是普维部落印第安人居住的山洞中发现了一颗约有1000年历史的古力 来到新世界的法国探险家们也发现了易洛奎印第安人在大湖地区制作的爆米花 随着殖民者开始移居北美 他们采用了流行的美洲原住民小吃 爆米花不仅吃零食 还据报道已经像牛奶和糖一样吃早餐卖片 爆米花也是由殖民者用少量糖蜜烹制而成 类似于今天的水壶玉米 现代爆米花历史从电影到微波 新美国人继续爱吃爆米花 到了19世纪 它成为最受欢迎的休闲食品之一 爆米花不仅通常在家中制作 而且还在普通商店、特许摊位、嘉年华卉和马戏团销售 尽管已经开发了几种爆玉米花的方法 第一台商用爆米花机是1885年由Charles Creators在芝加哥发明的 该机器是移动的 可以在街道上漫游 并有汽油燃烧器 这些街头爆米花厂商的流行几乎在电影爆发的同时发生 漫游的爆米花供应商通常可以在人群附近找到 特别是在剧院外 这个巧合催生了爆米花是最喜欢的电影零食的传统 在大萧条时期 爆米花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少数休闲食品之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当食堂和其他用品被配给时 爆米花的受欢迎程度进一步增加 随着电视的发明 电影院的出席率下降 爆米花的消费也下降了 当美国人再次开始在家中消费爆米花时 这种低迷迅速力 1981年推出的商用微波爆米花导致家庭消费爆米花的数量猛增 今天 美国人每年吃大约170亿夸托暴育米 这个数字似乎只有攀升